大多数安省选民表示 生活负担能力和医疗保健是投票首要因素 张桂叶不良 由Yipso's为环球新闻做的文调显示 有38%省民表示 医疗保健是决定投票意向的关键 其次是生活成本有32% 23%表示 帮助中产阶层拥有可负担住房是最重要 经济就业和疫后经济复苏等议题 分别为21%和10% 对于疫情处理和医疗个案积压等问题关注度 就比上个月下降了大约10% 在众多省民关注的民生议题里 负担能力是竞选的关键 有71%选民同意将选票投给有最佳计划 帮助中产阶层生活提高他们负担能力的政党 民调还显示 自有50%的省民认为政党领袖谈论了最重要问题 某程度上反映选民没信心 有政党最适合处理各种问题 而根据安省选举事务处Elections Ontario 今天公布的数据 在为期10日的提前投票期间 已经有大约100万省民完成投票 在这个视频里只有请大家钧 crit 65%和 tér權论 Solphon 请大家gu替证明